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再继续谈联想的事情 这个也是跟一个突发事件有关 俄罗斯和乌克兰打起来了 在西方国家全球谴责俄罗斯 制裁俄罗斯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联想采取的做法 以及滴滴采取的做法 你像联想的做法 是跟随美国的一些大公司一样 限制给俄罗斯出口相关的它的产品 至于滴滴呢 则是把在俄罗斯的相关业务 以及跟俄罗斯的一些 比走得比较近的一些国家的相关业务 给停止了 也算是配合美国的制裁嘛 所以很多的网友都在说了 说联想滴滴卖国 你看问问我张杰 你原来评联想评了这么多 你对这个事有什么样的看法 第一呢 我这么讲 在这个事上呢 首先不说国不国了 首先我需要说的是什么呢 联想这些人呢 其实还是怕死的 这个事啊 他是知道厉害的 也就是说联想滴滴 继续在俄罗斯服务呢 随着战争的加剧呀 那美国可能会管他要数据的 知道吧 你像现在的这些电脑啊 有些对于厂商 怎么去进入这些电脑呢 那有可能有一些特殊的方法 尤其是滴滴 我在五年前就在写了 这个滴滴的数据是非常敏感的 比方说某个人是重要人物 他装了一个滴滴的软件 那么他这个人在哪呢 他那个坐这个车走的是什么路线 他总去哪 那么有些位置呢 就是敏感的军事设施 有些位置呢 是他要的军事行动 那么你这个事呢 他等于有了这些啊 就把很多的一些特殊的行动呢 给刻画了出来 所以美国的话呢 当时滴滴在美国上市 据说是给了美国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包括中国 当然也包括俄罗斯了 你这时候再给数据的时候 俄罗斯的可可博可厉害 你让他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他没准就让你挂路灯了 而且俄罗斯的这些可可博 他们可不搞什么程序正义呀 也不搞什么无罪 推定 疑罪 从无 他觉得你这些数据 可能给了他的对手 可能他就会对你采取一些行动 对于滴滴来讲 实际上他是注册在 离岸的岛上 是在美国上市的 对于联想呢 说是搞双总部 在美国也有总部 那么美国要数据啊 这还不是个长臂管辖的问题 是他俩当时都想美国庇护他 那都躲到了美国的老母鸡的腋下 或者躲到美国的老鹰的腋下 所以就在人家的腋下 人家想低楼里肯定是低楼里 所以他这个数据不给也不行 给了呢 实际上俄罗斯的可可博惹不起 所以反过来啊 就像中国的话 你想中国要类似这事儿 你要抓抓他的时候 人家就说了 你没有证据就要从无 现在你要想抓证据呢 你看没有 你七个部委一起去了 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结果 实际上想抓证据 你想想美国情报部门要的数据 他能给你留下充足的 你能上法庭的 经过司法来去追讨的证据 那美国的情报部门也太傻了吧 也太蠢了吧 所以为什么你像有些事儿 你想人家对中国就敢干 对俄罗斯他就是不敢干 是这个区别 就是说我们的有关的一些法律该怎么做 当初呢可能说阶级斗争啊 抓汉奸啊 抓间谍啊 抓苏修特务啊 搞的呢 确实有一些极左 但是你现在对这些全都是要什么程序正义了 等等等等 搞的有些极右极右了以后 实际上你就说真当了汉奸间谍的时候 他也不怕你了 对吧 可以皇而皇之的当了 这个就是一个区别 所以俄罗斯这个次的撤出呢 应当就是完全听命于美国 但是他实际上是俄罗斯跟他提要求的时候呢 他不敢不合作 美国跟他提要求的时候他也不敢不合作 但是他跟美国合作以后呢 他又不敢得罪俄罗斯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他显然他就不干了嘛 就是类似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也不说苛求一下中国企业 因为中国企业在境外也算是不容易了 我们只是回来说 在境外他呢不敢这是也应当的 但是从国内来讲 我们要问一句 为什么对中国他敢呢 你为什么处理的不够啊 你在国际上呢 像美国对于这些叛国罪啊 间谍罪啊 我可以跟大家公开的讲 都是要有罪推定 你要自证清白的 没有一罪从无一刷 知道吧 它是特例 而且呢 美国对于金融业也是这样 那是先抓人再找证据的 但是中国的话 好像这些都没有 一说跟国际接轨的时候 那有些人眼睛到这儿就啥都看不见了 所以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 中国呢 现在在国际上 博弈越来越激烈的时候 起码中国要做到 对于有些人呢 他不兴向中国到国外去扎根 我们也不说什么了 人家说天要下雨 娘要出嫁 可以游他去 但是你要说出卖中国利益 起码你娘做到 让一些人害怕 让一些人不敢吧 你不能谁都敢对中国的利益 对于国家的利益 不当回事 你要是变成了像俄罗斯这样的 有克格勃在那的 有克格勃能让你挂路灯在那的 他就当回事了 这个区别呢 还是要注意的 谢谢大家 今天呢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再见